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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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今天聽了一天議程應該還蠻累的齁 那我們就是最後一場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題目是webpackpackueweb 首先就是 剛才聽到在外面說問誰是LY 所以LY就是我 這是我的GitHub帳號跟我的Twitter帳號 一般在我的帳號上面大家都會看到爆炸頭 所以大家看我的印象就是你怎麼不是爆炸頭 所以我以後都會換這個 希望以後不要有人問我說你怎麼不是魯夫 不好意思 我現在在臥草就是擔任工程師 我們有兩個主要的產品就是市長給問 不過因為現在市長選完了 所以他暫時奉純起來 我們還有另外一個現在最主要的就是國和武雙 我們是在做監督立法院的網站 我們一般在我一般在開發都是 我們都是用Java 3做開發 然後我們使用Node 先調查一下 因為我在支界上面其實寫說我是拍貓屁股 這是我們辦公室的貓 然後他最大的特色就是他喜歡拍屁股 那我想要先調查一下 就是在座有人聽過webpack嗎 可以舉個什麼 好 那有在使用webpack的可以舉一下嗎 好 好謝謝 那表示還可以講 那 是frontend的可以舉一下手嗎 就是frontend 好謝謝 那frontend有用Node.js做為你的frontend tool的可以舉一下手嗎 其實也還蠻蠻多的 就是 那 那 就先講一下 就是webpack他是基於那個 Node.js 所以 我們可能會 有需要比較多Node的一些知識 那 webpack他 他講說他自己是一個module bundle 那 就是 其實我後來找到這些推特 就是webpack的作詞是叫Tobius Cooper 他是一個德國人 那 那我就看到這篇推特 然後我想說 哇外國鄉民其實他也懂做夢梗 他說他夢到了 FB Open Source 去雇用他這個webpack的作詞 然後去全職替他工作 對 然後他就醒了 我想說 哇這不是pdd梗嗎 不過聽說好像是真的 我也不太確定啦 因為反正就是 是一個做夢 那先講一段故事 就是 為什麼我們要講webpack呢 就是 呃 大家在寫網頁的時候應該都學過 就是這個寫法 就是 在你HKML上加一個script tab 然後把你的檔案引庫進來 那 接下來呢 呃 因為你可能大家都最喜歡用jQuery 對 那就會再引入jQuery檔案 那如果你是這樣寫的話 通常有時候會那個 呃 呃 console就會告訴你 反正你就是覺得 欸奇怪 你寫了一個網頁怎麼一片空白 然後你想要跑的東西都跑不出來 呃 然後你 欸有人就叫你開console 然後你開了console以後 你就得到這個錯誤訊息 就是 uncouch reference error 然後jQuery is not defined 然後你就 呃 啊 你就學到一件事情 你把下面的script移到上面 欸你的層次就正式 呃 成功的run起來了 這是我們在學寫網頁的時候 最初都會做一些事情 就是 我們在手動的去 建立一些相依性的規則 不管是Java 3檔案 或者是圖片檔 或者是HTML檔 然後 甚至你在學一些 呃 back-end template engine的時候 也都要用include啊 extend等 那種 一些相依性的一些規則 那 就想說 欸 為什麼我要花這麼多時間 在維護這些 這些事情 那 我們不能專心寫好 我們的程式就好了嘛 那 在Java 3裡面 大家都 最為的詬病就是 呃 他沒有module system 所以 基本上有人就提出了幾個spec 比如像 commonJS跟AMD 那 commonJS 呃 大家都知道 他在被nodeJS做 然後被比較常用 所以 他最主要 最大的特色就是 他可以在server side做reuse 那 但是他是sync 對 他是同步的 所以他會有 同步會有什麼問題 就是會有blocking的問題 所以 commonJS的code 如果在 前端 他就 比較不適用 因為他就變成一個blocking的code 那AMD的話 他的好處就是async 他就是非同步的 那 他的好處就會變成說 他非常 你不需要build 因為commonJS他就需要build這個程序 你就要把你所有的檔案 build成一個file 然後放到你的HTML裡面 你才能run這個程序 那AMD不用 AMD通常選擇 我看到網路上有人選擇AMD的理由 其實很簡單 就是 欸我開發很快 我就 答案roll一roll進來 就跑了 我不需要build 然後 而且AMD他好處就是 他可以平行的去loading這些file 那用到最後呢 就是 所以常常會聽到 就是有時候 AMD的人就會 就是笑commonJS的人 那commonJS的人 就是 覺得AMD的很 很不好 像我其實也有說過 AMD is sucks 反正我也有講過類似的話 那AMD就會覺得說 欸我跟browser處得很好 我不需要build 那 你commonJS要build 然後我比你優勢 但其實 吵來吵去呢 有人就會發現 其實AMD到最後 你還是要build 因為 你可能要做一些什麼 Uctify 或者是 或一些 hash 或者是 cash的hash之類的 最後你還是要build 那 既然都要build 那為什麼不一開始用commonJS 那 另外module system 就是大家 如果是JavaScript開發者 就知道 就是我們有一個新的 新的舊型 叫EMS3-6 然後 Armone 然後很棒 有很多很棒的語法 然後內建module system 哇寫起來真的是 痛哭流涕 怎麼這麼輕鬆 這個 我真的在寫JavaScript嗎 常會是疑問 那 那 但是他有一個重要問題就是 欸我不知道他什麼時候可以在browser上面run 就是 大家都知道 就是大家都討厭IE 但是 大家還是會為IE寫程式 即使 IE出到了 現在出到H 你以後還是會寫一個 IE的程式 不管 反正你 即使在討厭IE 你都要寫一個 IE的程式 所以 IE如果run不了 那你也不會用 所以 到底怎麼辦呢 甚至說 在JavaScript外 你還有很多很多東西 其實在 因為說 如果我們在寫backend code的話 那其實就是 Python就是那些dependency 但是我們很命苦 我們選了frontend這條路 大家都知道這條不歸路 我們除了有學不完的知識 然後 呃 許多新東西 像webback 會配 所以我們要來學webback 那我們還有很多 譬如像 dependency裡面就有 css file css file裡面有 圖片可能在cs裡面 可能在html裡面 那 html裡面可能會有image 可能會有css 哇靠 那dependency搞瘋了 怎麼辦 這個世界 幸好 在reels裡面 他們推出的東西叫 access pipeline 那 可是 如果你不是一個reels工程師 的話 怎麼辦呢 難道你的世界就是一團錯亂嗎 那大家都知道 access pipeline就是 你在 你在maintain 你的javascript file 你要用一個require的語法 等於 協線等於的require 那你的cs很一樣 那 他就會幫你把這些 相依性把它包起來 然後幫你處理 他該要處理的 土片 javascript 然後甚至幫你做一些 什麼 boost performance的事情 對 那可是不是reels工程師 難道就是渣了嗎 那 幸好 真的 我們再講一次 我們有黑暗中 我們有微弱的光明 就是我們的希望 就叫webpack 好 鋪纏這麼多 就是 webpack其實你在他首頁 就是你會看到這張圖 那 他的logo就是中間那個 然後他就是 會 是個動畫 會動來動去 他主要告訴你 他意思是說 在你左邊 以前是我們的世界 在沒有webpack的世界 然後 右邊就是有web世界 所以世界就分成兩邊 就是有webpack 沒有webpack 那有webpack以前就是 沒有webpack以前就是 你世界是非常複雜 有一堆相應性 然後你不知道該怎麼處理 那 有了以後 你的世界就非常擔心 就是 他們 就是一個一個bundle file 好 那webpack 那webpack除了這樣 他主要有哪些特色呢 他其實 最主要特色就是 他有code 3D 然後他有一些loaders 他可以幫你前處理一些file 就是像大家如果在寫Coffee 在寫Libscript 他可以幫你把這些處理成 一般的JavaScript 然後你的browser就可以run 那接下來他還有非常多 豐富的plugin plugin主要就是像 他可以做Uglify 就可以幫你把JavaScript壓縮 然後還有一些像 可以截取一些common的chunk 或者是把一些duplicate的地方去掉 甚至說 因為某些原因 他有一個plugin 叫做 Extract Text 那等一下我們會講到 那 當初Webpack出來 其實他有一個最重要的特色 叫Hard Module Replacement 那我們等一下會詳細介紹 這個東西為什麼會這麼有趣 讓它這麼好 那常常會 大家其實常在選一個東西的時候 其實都會做比較 那其實 像Webpack出來 其實 其實有時候是 你不太清楚 他在幹嘛 所以你會亂比 所以有人會拿 Webpack跟Gob 跟Ground的比 但其實Gob跟Ground 他們是Build System 所以盡量 不要混在一起比 但最常比的 就是Browserify跟Webpack 那Browserify其實做跟Webpack 其實非常像 但Browserify的特色是 它完全compatible 是Node.js的精神 而且它甚至會去讀 package.json裡面的browser tag 然後Browserify就會做 所有類似Webpack的事情 把你的common.js檔案 轉成browser environment 可以run的檔案 那在Webpack裡面的loader 是處理 就是那些coffee檔案 那如果在Browserify裡面 它們都叫transform 意思就是 幫你把這些檔案做transform transform成它應該要 生成的JavaScript file 官方有做比較 他有做一個表格 大概列舉了 像Webpack Required.js 跟Browserify 還有JSPM 它一些 有的沒有的功能 但我覺得那些有點太瑣碎 那甚至最近有一篇 外國人他寫了一篇文章 也是在比較 不過最後的欄爆 就是告訴大家 如果你覺得Webpack的 hard module replacement 很吸引你 然後甚至有些 你覺得你不用Web不行 那你就選Webpack 不然其實大部分事情 Browserify都可以做到 因為Browserify的作者 親自寫了一個gist 在講這件事情 那我們就要來看看 Webpack的基本用途是怎麼樣 那首先他就是要做config 他一定會有一個檔案叫 webpack.config.js 其實你不一定要叫這個名字 你可以取叫 webpack.production.config.js 都可以 那主要是裡面的 那個config的檔案的格式 符合就好了 那他另外有提供 comment line tool 讓你可以輕鬆的使用這個 這個Webpack 那除了Webpack 這個 compiler以外 他有另外提供一個Webpack.dex server 可以很輕鬆的讓你拋棄 那個測試 應該說 類似像靜態Server那樣的功能 的開發Server 那首先我們就來看 WebpackServer的computer 大概最簡單 就是長這個樣子 那 這個是我從那個 Pathome的 Webpack.computer 都來的 那他其實你就可以看到 他有一個module export 這就是config的功能 他就是export一個物件 那裡面會有幾個重要的屬性 就這樣 譬如說我們最 常寫Webpack以後 我們都要先從第一個東西 要entry開始看 entry就是他的 所有程式的進入點 就是 Webpack會先從這支程式 開始撈你所有的dependency 然後一路 traverse下去 那最後 最後進行他所有的bundle 然後最後output 這時候我們就看output output裡面就有很多屬性 像其中一個就是file file net 他就可以告訴你說 你這個file net要叫什麼 那一般可以叫bundle.js 那如果你在 你想要做long-term cache 的話 你可以叫他生存一個 你可以用中括號hash 中括號 你就可以生存一個 他會幫你生存一個hash 那 在module部分的話 他就會有 他就有 這幾loaders 那他主要就是透過 他是會去抓你那個 你的路徑 你的context 他會有個context 就是指你現在專案的那個目錄 那目錄下面的檔案 那你就是用那個 regular expression 像這裡他就會告訴你說 這個是 點js結尾的 或者是 你就要用jsloader去處理它 然後 那後面那個問號 就是一些query string 就是大家都 至少寫網頁就會寫 傳一些殘述 那這個殘述 就會告訴他說 jsloader我要開啟 那個harmony的option 那如果是點lex 或csn結尾的話 就會用csn的處理方式 那他比較不一樣的地方是 他cs的檔案 都要先用styleloader先load 先處理過一遍 再丟給cs sloader 怎麼用丟 那 最後呢 lex比較特別 所以他們就會再丟給lex的loader 那還有一些就是像 圖檔 圖檔的話就是png jpg 就會丟給urlloader 那urlloader跟fileloader 其實做的事情很像 但urlloader的差異就在於 他其實是會根據這個檔案 如果他是image 他就會 你看他limi的8192D10 就告訴你說 這個圖檔如果超過8k 我就會用url來表示 但如果8k以內 我全部會轉成那個data的url 就是那個base64的功能 再include在你的檔案裡面 這就是他基本的一些 那個 基本的一些外觀 那 主要注意的事情 就是test regular expression裡面的paste 它 它不是relative的 所以 如果 如果你的package檔案 或是你config檔案 放的位置比較怪的話 或是你的node modules檔案 那個位置比較怪 你就要自己用paste 就是node 像我們早期我們剛開始寫webpad的時候 會覺得奇怪 為什麼 當我們 require越多module的時候 我webpad編得越慢 甚至可能會 等它編輯出來很久 後來發現一件事情 是 在這個test file裡面 其實它有 兩個另外重要的屬性 一個叫exclude 一個叫include 那exclude就是 告訴webpad說 你不要去爬下面所有檔案 這意思就是說 其實 如果你寫test.js結尾 它就是連node的modules下面的Js 它都會去爬 但其實 它不需要去爬這些 所以 所以你就要告訴它 不要去爬 那它還有像plugin 然後是做 你可以引入各種plugin 比如說有 剛才講的 common chunk的 常用的 或uglify 那還有一些 比較特別的 像itratex 那還有一些很特別的 比如像di 大家常常寫 Dependency Injection 它有兩個叫define plug-in 另外叫provider plug-in 還有一個叫banner plug-in 它可以幫你生成banner 就是你在寫程式的時候 常常會看到 人家的comment code上面 會告訴你說 這是什麼公司的 什麼出品 然後版權所有 你可以用banner plug-in 幫你所有的file 加上banner 對 最後還有就是 它其實可以 它不只幫你把這些 你可以在 node.js環境下 寫一些frontend code 你也可以再寫一些 node module 那你就可以用target去編成 各種不同的 符合不同規範的code 比如像node 或者是像web之類的 那def tool的這個屬性 就是告訴你說 你有很多debug tool可以開 你可以看它的sauce map 你可以 以你選擇去開你需要的sauce map 那我們接下來就介紹就是loaders loaders 在webplay的地位就是 它是preprocessed files 就是 它會幫你處理 所有這些js檔案 sys檔案 或者是 image檔案 它會幫你做一些前處理 那最主要它會有三個state 就叫preloader loaders 和postloader 它會有這三個 你可以寫這三個 不同的loader 給它去load 去處理 那它有一個建議是告訴你說 如果你在 呃 寫webplay的時候 你的java 因為你可能寫coffee 你可以寫live screen 你可以寫type screen 那它建議你在loader 這個階段結束的時候 那些檔案 就要變成一般的java screen 就等於說 盡量不要拖到postloader 才處理 java screen 不然這樣子 你後面會很麻煩 那 像最常用的就是 像剛才講的file loader 它其實就是 會幫你把file load進來 然後包成一個json string file 然後就丟回去 那或者是 UI loader 就是在file loader上面 再加一層 像是它會去判斷這個檔案 是不是image之類的 幫你做一些事情 那還有json loader 或是像剛才看到 你在寫各種sus 和legs 或者是 或者是styles 那都可以寫各種loader 那當然你也可以寫自己loader 其他loader寫法非常簡單 就是一個function裡面 有content傳進來 然後你可以寫sync的 就直接return 那處理完就直接return 那如果你要寫sync的話 就記得要跟webpack講說 這是一個async的function 那plugins 就是它可以讓webpack 有非常多flexible功能 好 我們現在介紹一個最重要的 就是extract text 那我們後面會更詳細介紹 那它最主要的功能就是 因為在webpack裡面 最特別的就是 我剛剛有講到csfile 跟imagefile 它其實 它其實csfile 是會處理成 在frontend code裡面 它會處理成 包在bundle的java書裡面 就是它所有的csfile跟imagefile 那它做什麼事呢 它就是把csfile require進來以後 然後把它變成全文字 接下來 在frontend執行的時候 它會去create element 叫做style 那剩下的事情你就知道了 那如果是image 它就會create image element 所以 它是一個inline的css 在你的執行的時候 那 可是這時候 你會遇到一些 像我們剛開始寫的時候 會遇到IE 這種browser的話 你會發現 奇怪 為什麼style 全部不能run 後來才發現 其實它要透過extract text 把你所有的csfile collection起來 獨立成一個檔案 接下來你就可以 在你的html include這個檔案 這樣子你的css 就跟你以前的經驗一模一樣 它就是一個 就是external的css 那好 接下來我們講一個 就是code split 就是它一個非常重要的功能 就是它這個idea 是從gwt借來的 那它不只是code split 它還能load on demand 這是它的特色 就是它可以依照需求 然後去把code 分成不同的chunk 然後在需要的時候 再把這些chunk load進來 那在code on js的話 它就是制定了一個function 叫做required.insure 那這個用起來 其實蠻像那個amd的 就等於 就等於它創了兩個東西 一個東西 一個東西 在commonstress中 required.insure 然後那個東西 跟amd的required很像 它就吃一個array 然後裡面就是 你要required哪些modules 然後會有一個code back function 然後裡面 裡面就會run這些modules 那在amd裡面 amd本身就有個required 但amd的required是 會有個code back 那在webpad裡面 這個code back會被 可以被忽略掉 可以被忽略掉 這是一個它蠻有趣的地方 那最主要就是 你可以看到example 就是像這樣 就是我們這是一個 commonstress的file 那我在第一行跟第二行的時候 它其實就是一般的required 就是我需要required A這個檔案進來 然後required B這個檔案進來 但是如果我想要 把後面的東西變成是async的話 那你就用required.insure 接下來c 那裡面那個b那邊忽略 它就不是一個required 那接下來是到d 那一行 所以這c跟d到之後 會被webpad處理成 它會處理成兩個檔案 一個叫output.js 一個叫e.output.js 那c、d這個檔案 這兩個檔案都會被 包在e.output.js裡面 然後它在原本的output.js裡面的話 它會用jsonp去寫 就等於說 就等於說 它如果真正執行需要到c或d的時候 它就會去用jsonp去拉 去拉這個 就等於它拉回來 是jsonp的檔案 所以它就可以直接執行c跟d 那這個寫的意思就是告訴你說 我需要這兩個檔案 但我還不需要它們來執行 那當然就知道我們在寫Java 寫一些Foreign code JavaScript to your style sheet 那它的style sheet 剛才已經講過 是用inlight的方式 那這是它的所謂的流程 它所謂的流程就是 你一般來講 在webpad裡面的所有精神就是 你所有東西都寫在JavaScript裡面 檔案就好了 就是在JavaScript裡面 require你的cs file JavaScript file Image file 然後 因為如果你已經寫reactor HTML也寫在JavaScript裡面 欸 什麼 你的世界只是在JavaScript file 對 所以 所以就是 你require的css 接下來 我剛才講 它會create一個style element 然後等於inlight css 在你的網頁裡面 那如果你這時候需要的話 你就需要extract text plugin 去把它cs file再抓出來 然後把它存成一個cs file 所以 因為這個有點像 那個抓皮靴的時候 我選了我們抓屁股的圖案 那還有 它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功能 就是 webpad其實還有一個精神 在告訴我們說 webpad現在就可以加入你的專案 對 當然 大家都知道 就是 嘗試新的東西都要鎮痛期 就是 我只能跟你講說 你用webpad你現在換 你還是會有鎮痛期 但是 webpad他說 它絕對適用於 任何形式的現有的專案 就是 它不希望你 它不希望你 換新的東西 然後你就必須要把某些東西改掉 所以它還有一個叫 streaming modules 就是 你有東西是 不足的 就是 就是有些時候 在過去一些 library 像JQuery裡面 有些 library 它會需要 window.jQuery 這個global的變數 那這時候你只要 呃 或是像這樣一樣 就是我們在某些 library裡面 它會 我們會需要 常用 那個 它就是JQuery 那時候 這時候 你就在你的檔案裡面 你可以這樣寫 require import jQuery 對 那在webpad裡面 你就是寫一些 export import的那個 設定 對 那這樣子 它就會知道其實 甚至 甚至你不一定要寫 反正你就是 遵照它好幾種不同的設定 那甚至有時候 你希望這個檔案 它變成 export成一個module 你也可以這樣寫 就是export 然後它會變 某個module 甚至你可以指定 它是某個module下面的方選 所以它其實 感覺就是 很多功能 還蠻厲害 蠻強大 它就可以幫你補足你 過去專案中 各種奇怪的需求 可以幫你把一些 不是common.js的module 變成common.js 然後你就可以 使用一些common.js的寫法 來寫你的專案 對 但是就覺得 其實搞到最後 還是會經過一段陣痛期 然後你就會掛在那邊 那最重要它還有一個 非常重要的功能 就叫hard module replacement 然後 大家在寫網頁的時候 最方便的功能就是 在那個 就是我在改 改一個template 我在改一個東西 然後 我在切毀browser 這是大家最常做 開放網頁 不可能沒有人經過這樣 就是你不可能寫一個code 然後你browser看都不看 然後你就common上去 那可能是神人之類的 那基本上我們為了確認 我們改的code是對的 我們都一定會 跑 不管是local 跑一個server 或放到server上面 我們都會用browser來確認 那它最重要的功能就是 我們最常需要 就是按F5 所以大家都知道最常壞的 就是f5 或是common 我們必須不亂reload 那 所以就有很方便的套件 知道Live Reload 它可以幫你直接把你browser reload 它是用 就是當你收到存檔案的時候 它就會知道 這個file 它會比較file有變 有變它就會去送 訊號給browser 說你現在要reload 那在webpack裡面 它更進階的說 因為既然你現在 你都在寫Java3檔 而且你每個都是一個module 所以 我們就針對每個module 來做Live Reload 所以等於說 其實 你的頁面 就是 可以部分刷新 對 就是靠這個hard module replacement 那 這是它的概念圖 非常複雜 那我們直接講重點 就是那個 講個秘訣 直接講重點 就是 它其實透過改變 然後 它會生成兩個檔案 一個叫ManyFest 叫Jason 然後會告訴你說 現在有哪些新的trunks 所以 在右邊 它就會告訴你說 第一個trunks C要有新 C會多一些function改變 因為大家看到 C是start 他比較知道 那個檔案有改變 那 4這個trunk 整個 10跟11整個不見了 那它就把這個動力 disable 掉 那 第三這個trunks 它新增這些 有改變的module 然後就會加這些function 對 所以它就是用一個 呃 它本來在處理左邊那個的時候 它就有一個tree的架構 在它的code裡面 它就會知道 新的code有哪些東西要改變 它就會只編印那部分的程式 然後送給browser 然後browser就會去做update 對 它這些東西 它都有API 你可以customize 你決定你哪時候要replace 哪時候不要replace 那最重要的用法就是 用法我們就直接看這裡 它會需要幾個東西 就是在你entry裡面 在你的entry之前 在你真正進入檔案之前 你要先include兩個檔案 第一個檔案就是它的 webpack devserver的client 然後會指定到 lowcode的2992 這是它的webpack devserver的pole 那就是要reloadpole 那你記得 這個pole其實是可以改的 那如果你比較熟悉 webpack的server的操作 你可以改這個pole 那下面它會在 在一個onlydev server 這個東西裡面 就是放的是hard module的API 它其實就是會告訴你說 什麼時候 什麼時候要replace掉 什麼時候不要replace掉 那最重要就是 你在你的plugin裡面 你要加這行 就是newwebpack 那個hard module replacement plug-in 但是webpack其實它有點複雜 它如果說你用comment-like tool 你剪剪的時候hot 其實你不需要加這行 在你的config file裡面 對 所以webpack作者自己都講 其實webpack是一個很強大的工具 但是我覺得它很難開始 因為它覺得它永遠沒有一個好的config file 告訴人家什麼是好的config 跟壞的config 因為它的文件實在太複雜了 那還有一個webpack很重要的功能 你很有趣 大家可能就是很少知道 也很少操作 那我也是偶然間發現這個 我覺得蠻有趣的 對 那它叫webpack anasis 那它可以做什麼事呢 它是一個網頁 那你也可以clone它的專案下來 自己build在自己的local端 那你一進去webpack anasis 把z改成s的那個網頁的時候 它就會顯示這個網頁給你看 然後它會問你說 你有沒有你的state.json 有沒有一個json file要上傳 那沒有的話就可以用example 那這是example產生的 就是它會有告訴你說 你的modules的狀況 chunks的狀況 assess的狀況 或warning或errors 甚至會hint 這就是hint 它會告訴你說 你可能這個要refactor 產生這樣會比較好一點 那甚至說它在modules 它就會畫一個非常大的圖 然後展現出你所有的那個module的狀況 那它現在有一個issue 大家可以去 如果你有在用webpack 你可以去 你產生 就是webpack其實在編譯過程中 它都會產生ex state.json 那這個其實output這個檔案 是要設定的 反正它就是會存一些webpack裡面 裡面編譯過程所需要的資訊 比如像public paste 或是一些chunk file paste 那甚至是說 它有些module dependency 那你把那個json檔傳上去的話 你就可以看到你的所有的dependency 一個樹狀 一個vizualization 那它現在有個issue告訴你說 我們現在為了娛樂大家各自上傳自己的 這張圖片上去 然後就會發現 有一堆公司就上傳 那個各自webpack的 那個state.json 然後像是有 它會發現像是有那種 很像星球如果集中很多 那大部分都是icon 然後它會發現像reel router的一些pace 就蠻有趣的 那 webpack作者其實他現在正在網2.0發展中 那最近發現到一個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webpack concourse 那 他們在討論一件事情 在去年的時候 有人寫了一篇文章叫 Browsify VS Webpack 就是 這兩個東西實在太像了 功能 就是幾乎一模一樣 所以常常會拿來做比較 然後那個人講完 反正他那個人就是說webpack很棒 但是有幾個config 他覺得他不喜歡 所以他覺得 Browsify比較好 那 甚至他在webpack的issue上面 開了一個issue 跟作者講說 欸 我覺得你應該要學browsify的設計 說你要怎麼去讓webpack 可以去讀 package.json 而不是自己每次 都要重寫一個webpack的config 這樣很麻煩 這樣子的code根本不是reuse 然後webpack的作者 就跟他討論起來 反正最後他們就是 討論到一個 一個東西 然後最後他們就 甚至Pete Hong 他們有發展一個東西 叫common.js assess spec 那這個東西就是告訴你說 他希望assess assess就是我們所有的 webform 所有的自行檔啊 圖片檔啊 HM等等 就是assess 希望他會像是有common.js一樣 能管理這些dependency 的功能 那 instagram 內部 是用webpack 去實作這個spec 那 最後webpack的作者就 就發展出這個計畫 他就說 我們應該要集合 我們應該要訂出一個spec 讓大家在寫這些 那個config的時候 是有一個 有一個 那個 convention 然後透過這個convention 然後再用不同的 比如說用browsify 或webpack 編出他bundle 而不是需要 現在的話 就是你需要 growsify 就要有growsify config webpack 那 這是他進行中的計畫 那 他說 webpack 2 會完全支援這個 這個 這個東西 他現在只是一個spec的report 那 他們甚至 為了煩惱這個名字 這個名字 意思就是agreement 其實就是協議 大家協議這個module design要怎麼去做 那 就是接下來就是我們公司 怎麼去 用webpack 那我們 一開始 其實大家在知道 就是 我們一開始是用angular 在我們市場給我媽的網站上面 那 我進去的時候 我就做了一件事情 因為 其實我已經不太忘記 反正我只記得 我好像把gulp引入進去 我們那時候所有的file 我就用gulp把它編起來 但是 中間就碰到一些問題 比如說 比如說 image file 到底應該要怎麼處理 到底要不要加進report 或不加進report 因為 常常public下面的東西 build出來的東西 到底要不要加進report 因為 我自己習慣是不加 但是有時候 我同事可能就會加進去 但是 就沒有協調好嗎 反正就是一個 蠻麻煩的過程 所以 所以在那時候覺得 gulp 後來又發現 你編太大的 檔案 編太大的檔案 然後 就會被script block 那你這樣子網頁 執行起來 效能也不是很好 那 於是我們就 開始想說 這angular其實 angular其實不錯 就是還蠻好寫的 可是 它在 在scale上面 其實很不好的scale 就是你 在一開始寫一些功能的時候 都很好寫 但你後面要加一些功能的時候 你就會 卡手卡腳 因為你會跟原來設計 你要做一些compatible 然後改來改去 然後 最後我們就決定 去轉移到react 其實是我一意孤行的 好 那 一意孤行的結果 那我們那時候做的方式 就是 我同事其實很會寫angular 那他就 他就angular做prototype 然後 做完prototype以後 這好像很常來講 做完prototype以後 然後 我就把它在 angular上面的那個template ngtemplate上面的那個 HTML 就複製過來 然後貼到react的 render 的方式裡面 然後改了一改 欸 可以run欸 還不錯 你會發現 從angular轉到react的時間 其實非常快速 對 非常快 因為複製貼上而已 即可搞定 但是 如果不考慮 撈頂的話 真的非常快 那就這樣子 我們就那時候 把我們 市場給文有一個 最後一億 所有候選 甚至李登位都上來 八文的平台 我們全部用react 改寫 甚至是導入webpad 那時候webpad就是 所有東西都用webpad包 對 那 可是那時候還有 畢竟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 甚至我們最後就發展出 就我說不行 我們這樣這麼常用webpad 我們要有一些 prototype starter key 所以我就做了一個 prototype 不過最近又要更新 因為它可能版本有點舊 所以 它有些東西可能 觀念要更新 那 還是這樣 最重要就是我們還 用react的話 我甚至就是寫了一些 概覽 就是說我們的 directed structure 要這樣定 就是說 我們現在用component-based的方式 就是我們一個資料夾 比如說這是APP的資料夾 那裡面它就只把APP的CSS 跟APP的JSX 那 它裡面可能會有一些 data、image 通通都放在這個 就是只要是跟這個component有關 就放在一起 然後 這樣我就不需要 同時開JavaSuite 跟CS檔案 就是兩個資料夾的 去結構裡很遠 要先關掉一堆的JavaSuite檔案 然後再去展開另外一個很長的CSS檔案 找到一模一樣的component 那現在就是通通放在一起 然後反正都用require 那 CSS的命名方式 就用suitCSS 那 那時候遇到一個問題就是 在API Server 就是 因為WebHat 本身就有一個WebDev Server 那 但是我們用Node的話 我們常用Express 那 Express 它裡面也可以用WebHat 的那個 Middleware 那 可是我不喜歡用 Middleware 那 那 我又希望 就是我同時 我同時只要 我在寫 我在寫這網頁的時候 它只要判斷網址 它就會知道 它這個是要送給WebHat Dev Server的網址 還是送給API Server的網址 於是 我們就用中間 用一個Proxy Server 但是現在 很方便的是 你在WebHat 的Dev Server裡面 的Config裡面 有一個叫Proxy的Option 你只要指定你的Paste 到哪個網址去URL 它就會幫你轉發這個 這個 這個 那時候的搞法就是 很麻煩 就是這樣搞 首先我們要 產生一個Target Proxy 然後接下來給它一個WebHat Dev Server 如果沒有指定 就是2992 OK 那接下來就載入WebHat Config 那接下來 我們把 我們的Server跑起來 然後把它判斷 它是不是 WebHat的Request 如果是的話 如果是 甚至說 它這個URL 是HotUpdate JSON 然後 如果是的話 你就 你就送 那個Proxy 給那個 WebHat Server 那如果不是的話 就是一般的 Htray Server Go Back 那這時候 我們跟 GolfLibsGrid的作者 他們先討論出來 反正現在 你有Proxy Server的Option 你不需要這麼麻煩 那好 今天那個 就是 我的 對WebHat的演講 就到此結束 那最後 建議大家可以 如果你對WebHat有興趣的話 通常是這樣子 就是 常有人建議說 我到底需要WebHat可以 那WebHat的作者 其實 給了一個這樣的建議 就是說 如果你常常那些SPA 你甚至你大部分 你大量的 你的Code 都是在寫 Java 3 Code 那建議你就可以 轉到WebHat 如果你不用WebHat 那你可以用Browsify 那OK 那就等於說 反正 Ryus Server Ryus Developer 不喜歡轉NPM 不過如果 Ryus Developer 你們想轉的話 就是你們要評估一下 你們寫的Java 3 Code 是不是大部分 都已經是 所有的Template 都在Client 3裡面做 如果是的話 其實建議 可以轉到WebHat 試試看看 然後另外 所以WebHat 上手的話 你可以用WebHat 你只要照著它做一遍 基本上 你就能了解WebHat 一些基礎的使用方式 那如果你還希望了解 更深入的使用方式的話 你可以看 WebHat 作者自己寫 React Starter 它裡面有一些很神奇的寫法 一些解法 比如說 在React Pre-ender上面 它做了很多事情 甚至 就是它 它常寫一個叫Style Collector 的一些 處理方式 處理在Server-Side 我們Request CSS 之後 因為我們Server-Side Request CSS 會炸掉 在NodeSystem裡面炸掉 然後就做一些特殊的方式去處理 好 謝謝大家